字幕志愿者 李宇柔 李宇柔去年宣布离婚后 在今年5月传出和球星胡凯翔正在热恋中 两人直到7月才公开认爱 小两口经常在社群放闪 他也频频称赞男友 兼知是宠妻狂魔 甜蜜的互动依赖不少网友祝福 不过在最新一周 李宇柔的贴文或照片中 都没见到男友的身影 就连宠妻魔人系列都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 引起网友好奇询问两人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日前的宇柔也对此作出回应 透露自己收到很多私讯 询问两人的交往状况 让他惊讶表示 没想到那么多人喜欢观看宠妻魔人系列 他也解释因为近期两人的行程都比较忙 所以极少前面拍照 强调他们感情依旧很稳定 让大家不要担心 还大方晒出两人的亲吻照 甜蜜模样闪下众人呢 酱常öl 酱常 酱醬 宣讲 观看 桃 杳�ction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